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下个月访问北京之前再度喊话 称维持台海和平对美国和世界各国都有利益 布林肯20号在芝加哥演讲时提到台湾海峡市商业要盗 超过一半的国际货轮行经台海而且是掌握晶片制造的命脉 布林肯表示陆方不满现状过去几年来 北京加大对台湾在军事经济和外交上的压力 呼吁两岸分歧必须和平解决 并强调台海稳定与大陆疫情受控都符合美国利益 台海局势紧张政府宣布兵役延长为一年 CNN访问六名台湾退役男子都对上战场没有信心 直言如果今天战争爆发叫我去当炮兵 我只能挡炮灰 有人则认为武器太老就无法用来练习 大家还得轮流使用 也有人担心很多一起受训的人 都没有信心使用步枪 有退役男子还说指挥官很少在地面训练时教导他们 因为觉得他们只有待几个月 不会带来太多改变 显见单纯延长兵役不仅无法守护台湾 还暴露国军武器和军事训练的缺陷和不足 节日综合报道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咯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有营发族 有儿童有孕妇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在快点够购买才是最划算的 不练乱的图